尊敬的普京总统 我的老朋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句老朋友 对外展现中俄关系仍然紧密 一带一路重头戏习普会18号登场 大陆官媒率先曝光习近平谈话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战略协作密切有效 习近平谈话先提到普京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峰会 还细数近十年里先后和普京会面42次 在已经建立的身后友谊上 期盼两国还能不断充实合作 普京和习近平聊什么 中俄官方都没第一时间公布 但普京出访前 普京本人和俄罗斯官员都对外表示 普京会有充足的时间 和习近平提到俄乌尾巴冲突 以及能源和本国货币结算议题 西方媒体认为习近平把普京当作 抗美联盟最重要的伙伴 观察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大小行程 也能感受到普京享受的高规格待遇 17号的欢迎晚宴 普京走在各国元首代表最前方 紧跟着东道主习近平 晚宴40多公尺的长桌上 每个位置都放了不同国家的国旗 桌上还放了马车 港口 茶叶 丝绸等装饰物品 展现大陆自古对外出口贸易的倾向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